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十大峡谷之一 晋陕大峡谷 黄河在流出青藏高原以后 穿山越岭九曲十八弯 在内蒙古托克托县 也就是黄河拐弯南下的这个地方 开始进入峡谊上的黄土高原 那么晋陕大峡谷起始点在哪里 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 黄河全长有5464公里 自西向东流经九个省级行政区 而黄河的黄其中就有56%的泥沙 来自于晋陕大峡谷的河段 黄河的上游、中游、下游 分别以托克托县、郑州桃花域为界 由其桃花域往东地形突变、河道渐宽 由原先的开山枣谷转为泥沙造路 因此也就形成了全球陆地上 最大的河流三角洲平原 黄河在流到几字弯右上角托克托以后 受吕梁山脉的阻挡 开始了全城唯一的一段南下之旅 而晋陕大峡谷就北齐内蒙古托克托 南至山西河近于门口 峡谷全长约726公里 占地面积达11.16万平方公里 在这段漫长的峡谷中 河床宽有200到400米 河谷深切有300到500米 而且自北向南落差高达607米 是黄河在整条河流中最为波涛汹涌的一段 峡谷左翼旅梁又靠山北 奔腾的河水冲刷于破碎的黄土高原之中 谷底海拔由上游的1000米 逐渐降至400米以下的金山盆地 河床最宽处可达400米 最窄处近30到50米 虽然峡谷两岸没有南方那种幽深的感觉 但由于日积月累的冲刷 而形成千奇百败的黄土风貌 尤其在峡谷南段河道较窄的地方 水流滚滚逐浪滔天 似乎在为冲破渔门口做出最后的咆哮 从上游的前空湾之巅急目远望 山巒起伏沟河纵横 黄河犹如一条巨龙翼般 蜿蜒流淌奔腾不息 如这般绝世美景非站在山坡之上 所能看见 穿行于谷底的河岸公路 近陕大峡谷的风光尽可一薄眼福 如黄土传统的窑洞 如陕北嘹亮的明哥 在近陕大峡谷之中最为名胜的地方 当属我国第二大瀑布 湖口瀑布 瀑布上游的水面宽约300米 而水面在不到500米的距离之内 被压缩到20多米的宽度 于是每秒1000立方米的河水 从20多米的高雅飞流之下 形成千里黄河一壶收的雄浑气概 欣赏近陕大峡谷的最佳路线 就是顺着陕西一侧的延黄公路 在峡谷底部穿行而过 这条公路的路况很好 而且离黄河很近 可以近距离体会到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愉悦圣经 好了 我是阿星 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